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瞧仙 琴观 仙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亦相逢 便圣妾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首词是同学们最熟悉的 琴观的最富生命的作品 大家知道他写的背景是写牛郎之女相亲相爱 但是一凝重 只有七夕才能想回一次 这样的一个动人故事 一项是死人持家 陛下的好基材 琴观这首词的高妙之趣 不在于一般的描写和欧构了这瞬间的爱情 而是用更为大惯的方式 到处只要人间有整成在 不必团年 片刻的缓誉 只要有年轻箱子就行 琴琴啊 是一个美好 而又充满神话色彩的剧热 多目的琴琴时长 就有听见夜色凉露水 欧看起牛郑鱼信这样的作品 想传这天晚上 是粉与银喉脸车的牛郎郑鱼 一年一度想会的日子 郑鱼是制造云景的巧手 所以这天夜晚天空的云彩特别好看 就是风说 少女们要与此夜城市挂钩 草体礼拜 下阵雨 消息窃窍 这个魏以来就流传着的美丽神话 引起了古往进来斗扫世人的勇叹 这里解释一下 实际上这个故事不止魏才有的 找得多 《诗经》里面就有牛郎性 云彩诗女性的这样的说法 而且故事持久手里就有跳跳起牛性 《佼佼侯寒女》的这样的诗句 要比魏更少得多 在这里关于七些的诗句中 古往进来大概没有一首能超过这一首缺窍性的 古代苟月牛郎之女的爱情故事的诗词啊 都感叹牛郎之女会少必斗 离别的时间长 而欢聚的时间很短 因为您就那么一天 就那么一个短暂的 悄悄想会的那么一点时间 但是呢 这首词却一旦想是离别的残命感上 却腿成出性 反出心意 这是这一首词的价值所在 好 我们简单的来全讲一下这首词 行人弄巧 费心权恨 秋秋秋秋啊 真是秋秋季节 秋秋的季节呢 天高气爽 横扫下雨 天上一顶单单的一顶 一几十云彩 就弄出巧的样子 大家都知道 明年啊 有秋秋秋看巧云的说法 农村里有些女孩 取名是巧云的 都是秋秋秋生的 这一顶 铁上的云彩 壁画都短 这一点啊 我们我去年年到上海去 看上海的铁上的云彩 好像比起我们南京 和我们的家乡 好像壁画更多短 更多短 如果缺有仇气 那时候是不是更有这种感受 费心权恨 那些善良的信心 仿佛都在全体上 他们的离仇彼恨 非此惨恐 这两句啊 写云写信心 都具有人的情意 那其云捉弄巧 为这些爱女的囤聚而高兴 而费心也得为他们全体情意 而本王 画紧握为情事 银汉 迢迢 暗度 银汉就是银猴 迢迢是遥远 遥远的银猴辽阔 牛女相聚遥远 飘飘的银喉水 把两个相爱的人割开 相依非常不易 大家看 暗度链子 既顶出切切的银 同时也紧扣一个横子 他们起立飘飘来相会 陈胜意识 向藏猴求谁 远远流长 牛郎性 是从体温学的意识解释到 它是核骨心系当中的核骨二 又叫体温周阿发性 它只是虾球夜晚中 天空最明亮的几口心当中的一口 这里我们有16.7广年 广年这是长度的概念 是按照广的速度 在一年中行进的距离 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正义性又叫体温周阿发性 它距离地球是26.3广年 联合性 牛郎性和正义性 相聚14广年 也一种说法是16.4广年 牛郎性正义性 实际上远比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距离远得多 这是按照广的速度 他们广 从牛郎性塞到正义性 也要16.4年 牛郎性的亮度是太阳的10.5倍 至今大气层 质量也差不多大气层 正义性的广度等于太阳的60倍 至今等于太阳的2.76倍 质量大量是太阳的3倍 正义性比牛郎性更大更亮 但是它距离我们地球的距离又更远 这是我下载的几口体温图 你看这里 这个图上这是牛郎性 这是正义性 各造银喉 这是一个 这是从照片当中看的 牛郎性和正义性 这个是牛郎性 这个是正义性 各造一个银喉 这连头还有连口小性 我们称牛郎性又叫银喉性 因为它弄一个银喉 跳到一个一男一女 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 要追赶到银喉去 正义性在银喉的那一边 这里也是 这是正义性 这是牛郎性 各造这个 这里旁边也有连口小性 牛郎性 距离我们的距离 比太阳多一百万倍 正义性 距离我们的距离 比太阳多一百七十万倍 正义性不仅比牛郎性 大好些 亮好些 而且又圆好些 所以我们看起来 两个星星差不多相差不多 就我们的思想的来说 正义性好像是体上的 负一等性 游郎性是正义等性 负一等性是体上差不多最亮的性 除了太阳又亮之外 它就是 除了银喉系的勾别的性之外 它是体上最亮的性 最亮的性 但是呢 它实际比我们距离更远 更远 我们的一普通人的右眼 只能看到正六等性 当然各个人的势力不一样 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就戴眼睛了 就看室内就比较差 我年轻的时候身体非常好 室内也特好 高冬病的时候 室内摧一摧的时候 人家看距离五米的地方 看一摧五是室内最好的 我退后再退后五米 还能看到一摧五 我估计我那个时候的室内 就可以看到六等性一瞎的性了 那时候我们在农村 空气也不污染 可以晚上看到银喉上 哎 密密麻麻的 轻轻弯弯的性 七人弄小 费心全横 银河银喊 条条暗度 净逢欲露 一想逢 必胜却人间无数 吃的最后这一连句啊 商品的结尾 就是一个异论 私人与富有感情色彩的异论 赞叹道 一对酒壁的情侣 在敬逢欲露之夜 在别老银喉之伴 相会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敬逢欲露 是秋风秋露 秋风秋露啊 一想逢 一次想逢 就挤得上人眼的七万笔 吃人日群的高松 一种理想的圣洁 和永恒的爱情 金风欲露 就是秋风白露 古人以武行与世纪相配 秋天在武行中 说景黄色 所以秋天又说金秋 秋风又称金风 金风欲露 是秋风秋露的霉尺 古人常在史词中 将金风欲露对决 我们现在一般的看到的 徐都为 秦冠的这首词 这首词的都将 赢到金风欲露一想逢是乃至于李商颖的诗句 其实不是 因为我对水带四国比较书写 他最早 秦写于黎明的淮阳赶秋时 金风阳筹 日露 吊万林 李世民 就是唐台中的秋日二手当中也有 就算金风其 后手 日露圆 这里 把金风 日露 分开一下 李商颖的行为 第四词 第四词把 由来比了银后办 口要金风欲露时 把金风欲露离写 离来一起写 金风欲露一想逢 就是安日秋秋气这一天 刚昂日秋 秋风秋露的日子 一想逢 必胜却人间无数 这人间无数啊 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人间无数的男女 一个是早些想吃的 无数次的灰蜜 下篇开头 柔情似水 假期如梦 忍故缺桥贵路 相应思难 必也难 假期相会后 这就是意义的戏变 柔情似水 他年轻相会的情意 像悠悠无声的流水 那样的温柔 缠绵 一些假期 竟然像梦幻般的 疏然而是 忍故缺桥贵路 忍故缺桥贵路 实际是真忍故缺桥贵路 怎么到又要 分闭的时候 怎么人性回头去呢 刚才想逢的路 刚刚建议相会的缺桥 卷顺贵又成了和爱人 分闭的鬼路 不说不忍离去 却说真忍缺桥 完全与一种 含有无限的喜悲之情 含有无限的新鲜的眼泪 但是坐在这里 并没有有意的 将我们家审 对牛郎之女的同情 让为他一泡同情之泪 他追悉的结尾 更加扬起 年轻又是九长时 尤其在赵赵默默 思云舞出了 永恒和短暂的 编程关系 九长并不一定 意味着幸福 赵赵默默和幸福 并不是同一次 而景峰一路一想峰 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不等于就没有幸福 十人街铁上的一堆爱情 那就是人间爱情的真谛 人间最口贵的是爱情的永恒 并不一定要成体厮守在一起 这两句是感情色彩 很浓的一轮 他与商品的木具的一轮 遥相复应 都请自古赏离别 离别往往进出爱情 大家仔细看 我过古代的爱情史词 基本上都是写恋恶场景 一个是离别 九别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死别 当男女之间 有一方去世了之后 另一方写的史词 到你已经去世的 妻子 情人 或者丈夫 这种往往寄进出感情的资料 真正的招牧相似守在一起 这种实际上也有爱情 而且更是人们受盼望的这种生活 但是往往不是爱情史词 最几种表现的地方 这两句就是了爱情的一个真理 就是爱情要尽得起 常有奋力的考验 只要被此整层相爱 即使总应挺高一方 也比早些相伴的 用处情趣 可贵得多 明朝神机飞说 四人云七血 往往以爽心 灰烧泥斗为恨 而此时 多位长不待着目 画腐朽为神奇 苗景诗有人情 写情诗 情诚一切 知就知的情迷无间 别叫别的笑笑傻傻 词而统淡 柔而洒脱 这就是秦冠和刘云的不同之趣 就传逼而言 这首诗写生化故事的词句 知诗是在写天上 知诗写详性 又知诗是写人间 知诗写人情 把体人活跃 成为秦旧的 虚情 秦古俱藏 他虚情 悲哀中有患乐 患乐中有悲哀 悲患离乎 喜福抵挡 诗中有邪境 有鼠情 有义论 鼠色金鼓 用清净礼 语一路 我也曾经写过一首 缺巧性的词 那是呢 提秦仆大官员的肖像馆的 那首词 当时呢 1986年 少有 当时秦仆的大官员还没造好 只是义鸿园跟那个肖像馆造好了 我们在上海 景山思华 参加全国第1次持续领桃会 会议上组织我们去看 那个时候人也不多 刚刚做好 我就写了一首 基肖像馆的词 用悄悄性的名字 最后用 无财斗寇半字影 已不愧人生一度 我的历史是这样的 我们看了《红维蒙》 包括看了《红维蒙》的第四剧 电影的人 常常为林黛玉 贾宝玉的爱情 不能成功 而一撒同情之类 殊不知 我们人间的大多数人 在爱情问题上 比贾宝玉和林黛玉更不行 原因呢 他们随意最后 不能成为 有情人不能成为众生的眷属 不能成为伴侣 而在最后呢 都凄惨了 一个出甲子和尚 一个是 这个 这个是什么 伤心又究 最后死去 是叫人们伤心 是叫人们会流泪 但是我们西式生活当中 许多的家庭 许多的夫妻 实际上 比起贾宝玉和林黛玉 是更不如的 他们毕竟啊 被人挨得死去或来个 思想 假如我们的婚姻不能成功 你们最后 因为父母或者其他的原因 你感觉我们跟心爱的人 不能成亲的话 有人会为你出甲子和尚吗 有人为你会寻情而死吗 可怕就大都是不大可能 我观察我们身边的人 无论是我的朋友 亲戚 邻居 还是一些熟悉的人 他们的家庭啊 最大多数是 厚母的家庭 比较厚母的家庭 不太厚母的家庭 在外面看 他们郎才女貌 很像一对美满的夫妻 其实他们在家里 老早分居 分居在怜悯 连个人甚至在家里 从冲刀到来 一句的话也没得说 这样的夫妻都在维持着 有的呢 就已经终于走上离婚之路 据说这年年 北京市的离婚率 高得百分之二三四 大概也并不奇怪 并不奇怪 更何况 其实生活当中 有许多家庭 即使没有离婚 并不意味着美满 我有两句话 逢全同学们 爱情要追求美满 但不要追求完满 每一个婚姻 都有部分抽货的成分 爱一个人 不但要爱他的优点 也要容忍他的缺点 在许多家庭中 是需要有一些 这个抽货的构造 有的时候啊 照样为了自己的家庭 为了自己的子女 有的时候夫妻之间 互相欺恙一些 也能幸福美满的 勾一身 去说不上完满 但是却是幸福的 这一点 供同学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参考